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骂了总统 也狂飙了陈时中 我们来听听看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说这位阿伯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进党支持者 可是他自己是说 他来这里 这个场子是要支持当地里长 里长是民进党的 他可以支持民进党的里长 可是他不支持陈时中 也不支持蔡总统 为什么 防疫的问题的确蛮大的 基层反弹非常深且广 可是再上位的蔡英文总统 以及陈时中 是不是完完全全没有感受得到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蔡总统 坚实提名陈时中 恐怕他认为防疫是加分 可是这个选举到现在 已经在最后阶段了 看起来仇恨值的来源就是防疫 包括现在的卫福部部长薛瑞源 不断的帮阿中部长 想要来助攻 可是恰恰相反 每一次的助攻看起来 这个仇恨值或者是反弹 都反弹到陈时中身上了 包括前两天他说 国民党猛攻高端疫苗议题 就像是被投尸咬到一半 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身为卫福部部长 怎么讲这样子的话呢 今天他改口了 他说用词不当我致歉 他说他投尸不是讲国民党而已 而是后面一直在编故事的人 可能是网军 对于防疫有意见 对于高端有意见的人 他都觉得说像投尸吗 那这样恐怕又骂到 更广大的民众了 包括一些专家 其实很多人对于 所谓的这个高端疫苗 有很多的意见 那是不是又骂得更广了呢 帮陈时中吸仇恨值的人太多了 所以现在阿中要改打温情牌 说什么呢 请大家回想过去 这是很催泪的影片 当时柯文哲在台北市 就说要封城 可是阿中很棒 挡住压力 阿中坚持不封城 挡住了压力 稳如泰山 指挥官稳如泰山 可是民众 你不提醒他就罢了 提醒他之后 大家又想到了 那个时候三级警戒 类封城 虽然名义上没有封城 可是那将近五个月 您还记得吗 大家日子过得有多难受 跟封城也没两样了 在外头要上个厕所都找半天 因为便利商店 因为麦当劳 这些通通不开放 还记得吗 好多好多外送员 因为不能拉下口罩吃东西 在外头偷偷摸摸 躲躲藏藏 在那边咬一口三明治 还要被检举魔人 道德魔人给检举 那时候的记忆 通通都回来了 所以我才说 臣也防疫 败也防疫 仇恨值来源就是防疫 那现在陈时中说 我的DNA是抗中 我的DNA是抗中保台 结果也被国民党翻出来 过去在2016年 他上任就任 卫福部部长的前一个月 那个时候 他还是台北医学大学的董事 他代表台北医学大学 台北医学院 董事的身份 到对岸去开一个学术会议 到宁波浙江 其实如果只是医学交流 那就算了 也就罢了 这个是正常交流 可是偏偏在这场医学会议里头 被翻出来 你的slide 你的幻灯片上讲说 什么呢 两岸一家亲 等等 点点的 那大家今天就去问陈时中了 陈时中的说法是说 没有啊 这是公开行程 不是私下交流 而且不见得 每件事情都要站在对抗的角度 你忘了 上个月你才怎么骂柯文哲的 你说流氓危险 你还奉查给流氓 这些东西都有留下记录 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到对岸就是交流 你到对岸就是正常学术会议 别人到对岸去 或者是开双城论坛 就是给流氓奉查 就是跪舔 有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现在回力标都来了 都回向执政党的抗中保台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尖歌最近 遭受到相当多党内的攻击 或者是说测意的攻击 今天他生气了 为了黄珊珊听听看 我绝对没有说支持陈时中 票投黄珊珊 因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讲这样的话 除非他人格分裂 我必须说我欠黄珊珊一次 所以你会用这一次还回来吗 灵魂不受党技官 那个汉是为陈时中流的 不小心掉了两滴泪 泪是为黄珊珊流的 既然他被罢免了 请他闭嘴 回去当他的太监 这些电话部队一天到晚骚扰我 最后看到尖歌怒了 这个很生气 这些电话部队一直骚扰我 所以王浩宇也有一个反应 他说什么叫做灵魂不受党技官 干脆说虽然我爱我太太 灵魂不受婚姻管好了 再酸尖歌 那这个同时王浩宇也说 有人喊我太监 只要喊我太监的人 我不管你是谁 在网路上也罢 公开喊也好 我要告你 127名网友 我把你记下来了 那刚刚尖歌的最新回应说 法不则众 说实话 不犯法吧 你看到 现在这个一句来一句去 那这是不是王浩宇也帮阿中吸了不少仇恨值 所以您看到现在选情到现在 陈时中跌落神坛 他的支持率从90%几现在慢慢往下掉了 从最高的声望到掉到现在 跌落神坛了 可是蔡总统是不是也会被波及到 因为蔡总统必须讲 是整个台北市长的母鸡带头 他亲自出来帮陈时中 几乎每一场的街头驻讲 每一场的庙口驻讲都到了 如果陈时中选得不好 蔡总统恐怕政治海啸会扑向他自己了 我们先请教亮哥 亮哥 你怎么看 为什么有这样子阿伯出来讲 他是民进党的吗 我不知道 很难讲 他说如果他建国里是在中正区 对 我觉得阿中是这样 因为当初阿扁早就提醒了 说陈时中如果来选 那一定会把防疫的议题 带进台北市长的选举 整个都会笼罩在防疫的争扁上面 你的市政议题根本就 出不来 那当然后来还包括他人设上的混乱 可是我跟你讲 所以为什么联合报会写那个社论 就是因为大家就认为变成 陈时中选怎么样 就是对防疫的一次公投 会变成这样 至少是台北市民的意见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你要去铺陈陈时中的神话 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第一年我承认 第一年台湾疫情真的是不错 2020 可是2021 1月到7月大家等不到疫苗 最后我们台湾居然去 跟其他国家拜托 然后是企业跟社团去贷买 请问这7个月你卫福部在干什么 你防疫指挥中心在干什么 不是贷买 是捐 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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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错了 贷买就变成政府出钱 对 捐啦 政府没出钱 感谢义扶兄跟政 OK 不过就是说我跟妳讲 真正对阿中的仇吻值就是从2021年1到7月开始 就是你这样让老百姓冤死了多少人 那三级警戒也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活得很辛苦 对不对 那只要别的政府捐了疫苗进来 大家就拼命排队 还去机场接机 对不对 还有特权疫苗 感谢日本 还有特权人士 对不对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后来才又延伸出 高端你二席根本报告都还没出来 你还让人家打 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防疫中心 人家当然会从这里延伸出说 你防疫都可以这么乱 那怎么可以让你当市长 这种类比是这样来的 坦白讲现在讲这个都没用了 因为剩不到10天了 连徐晓星都跟我讲 说当初如果是林佳龙来选 我们不讲民调 至少他不会沾上防疫的议题 至少你可以来讨论台北市政 那现在就是没有办法 你跑不开 那变成蔡英文提名的两个人 就是林志坚跟陈时中 这两个是最突出的 那还好林志坚没有真的出来选 不然真的出来选之后 两个若文妈被抄袭都没有 都被确定 而不是总统提的两个都被KO 对不对 可是林志坚那个对他也很伤 等于是他总指会做的决定 隔隔一天而已 就被党中央给砍了 就被打脸了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这一次 你就是要没收初选 你为什么不让大家 用党内程序走完初选 结果当然就会射到你身上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 对阿中也不知道要不要支持 因为沾到他 就会沾到大家对防疫的记忆 所以有些市议员虽然挺阿中 可是就不想沾防疫的议题 所以就有点尴尬你知道 就是你如果纯台北市政 那我坦白讲这次 不管讲话或黄珊珊都不是很强 可是偏偏就是你陈时中 就代表防疫要怎么办 大家都来K防疫 防疫就没有辩护 这个怎么辩护 你要帮高端辩护吗 我还没有讲到 金管会讲的仪式炒股的问题 就一大堆问题都会扯到你 所以就变得很麻烦 阿中就说我回答那么多次了 讲一次讲两次讲三次 你都不听 是我们听不懂 第三次说你烦不烦 你烦不烦 对 现在是在骂我们 你只要问到他他就在骂你 你烦不烦 来 义副兄 我觉得一件事 当然防疫的问题 你现在要重回去讲这么多 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防疫大家看的 陈时中的形象 他的神坛上面掉下来 是防疫后期 根本不是前期 前期是站在神坛上 九十几%的支持度 那是几乎在台湾我没有看过有人 九十几%的支持度 那时候他是在神坛 大家今天对他的疫情里面 防疫里面的看法是在后期 不是在前期那一个 以边境管理整个封锁的状态 其实那时候 当然我们也承认 就是说在前面 他是防疫防度得很好 但是今天防疫不是只看 我只看那一段时间 是要整个看后面 其实你仔细回过头来 其实陈时中下来选 其实就掉线在防疫跟疫苗的 那个里面 问题里面 战略上一直想要出来又出不来 当然我还记得也是在这边 幕僚说 现在要摆脱疫情指挥官 要走向市长的大格局 才讲完没几天 马上就说 蔡英文要帮陈时中 要谈当时防疫多好 陈建伦从国外回来 又要用专家的疫情 来谈疫情什么 要帮陈时中 这里面当然角色很混乱 其实很多幕僚里面 都一直要想办法 跳多防疫这一关 疫情这一关 因为你一直被陷在里面 结果陷到最后 结果是什么 疫苗的战争 其实真正最有效应 并不是国民党引起的 慈激执行长 对 引爆了 然后有人加注 慈激不是中共同路人 是中共自己人 小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 赶快要约正元法师 马上要碰面 好 然后好不容易稍微平了以后 下一波是谁引起来的 日本 疫苗里面 认证里面疫苗打来的 没有打这些疫苗 你要做PCR的 死日本 高端没有 对 整个又华然 包括连 把高端的 当时很顶高端的媒体人 也都在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搞在那边也开始骂 这个是国民党引爆的吗 也不是 死日本 是日本当时引爆的 这些东西 已经不再是好像单纯的国内的问题 连日本什么都不承认的时候 你整个引爆下去的时候 对于陈时中是非常受伤 是非常受伤 不要忘记 日本是捐我们疫苗最多的国家 对 当时帮助我们 我们疫苗缺的时候 是日本帮的最多的 日本跟台湾的关系 大家都说是非常好的 那你看到最后 还是跟你用科学论论 不跟你谈 不跟你谈交情的 对 人家是看科学证据 科学论证 有就有 不行就不行 所以你现在在回来 陈时中在回来谈疫情 怎么样怎么样 对他有好处吗 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处 对 他现在就在打科文哲 就说人家要封城 我不封城 薛议员跟王毕胜拼命在帮他打 对 薛议员 你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 一个官员去形容在野党 用这样的形容词 投私 好吗 真的好吗 他有道歉了 他有道歉了 他说不是对国民党 是对这个编故事的网军 最终一句话 如果你当初讲的是这样 那你道什么歉 如果你不是骂国民党 你道什么歉 你为什么要道歉 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就是说 陈时中在这一场选举 不可否认八月出场的时候 他的战术战略 是值得被称赞的 一开始就打内湖 什么直接挑战的过程当中 一下子声势拉得很高 九月以后不断的犯错 一路拉到这边 当你九月不断犯错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一起把他拖下水的事 还有挺他的一群人在帮他拖下水 什么中共自己人 什么一大堆 你像薛恩人讲的话 是帮陈时中吗 不是吧 也一定是伤害陈时中 真的 租队有时候真的是满多的 好 来请教辉文修 先至前面这两位前辈的谈话评论 我们把它开玩笑就是 下个礼拜六投票 如果陈时中当选 我就把他们两个讲的 通通录起来 然后再播一遍给大家听 当然是开玩笑 一定要这样吗 开玩笑 网路上都可以截得到 对 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 你看蔡总统2016开始执政以来 是民进党第一次的完全执政 民进党完全执政 2018遇到韩国瑜的寒流 蔡总统就累了 2020他连任 817万票他又贏了 现在2022下个礼拜六 就是他第二任期的延长赛 这是对他的另外一次公投 所以我跟你讲说 如果他20 这个1126的整个 我不只谈台北 如果民进党选得好 通通都对了 你看这个 我们指挥中心还在助攻 就说我们是第几滴 然后王任贤医师 都被高端抓去告了 王医师之前也来过前职的节目 我们当时深援他 王医师你去法院要好好的 因为人家是故意去告你的 但是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防疫的故事 就是我们的超额死亡 当我们一开始 在这个整个疫情的时候 校正回归他整个就乱掉了 所以如果你的数字是错的 你后面去算死亡率 我就不去谈那些数字了 我是要告诉大家 陈时中以及民进党的选情 他就会去定义 蔡总统的执政 包括抗中保台 包括防疫到底成不成功 我们来看这个王世坚 坚哥 刚贤姐提到 他说网军害惨民进党 民进党当然是一个政党法 那请问民进党 党主席是谁 网军害惨民进党 那民进党的党主席 怎么会无动于衷 今天下午在台北市议会 坚哥又出来受访 他提到的江鹏坚 黄信介 康宁祥跟谢长廷 他们四个都是以前民进党的党主席 坚哥就很怀念 我想请问坚哥 网军害惨的民进党 民进党的党主席 就是网军的总司令 你不敢讲 你这种很出笔的话去骂王浩宇 我觉得不好 因为王浩宇跟你是不对等的 对不对 你这样子羞辱人家说人家是XX 那两个字如果去告 法院去告可能会成 我们不重复那个不好听的话 可是我要鼓励坚哥的是 今天去纵容这些网军跟侧翼的是谁 是谁 当然是蔡总统 当是民进党的党主席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敢讲 他今天骂派系 我请问你民进党派系公志 义夫兄是资深党政记者 不敢 亮哥是以前民进党立委 你们两个都比我还熟 你两个是派系中人 民进党的这些 民进党这些派系是谁在乱 是谁在乱的 就是蔡总统 就坚哥你昨天骂网军侧翼 今天骂派系 我希望你明天直接挑战蔡总统 鼓励他 就是你去把这些网军侧翼 他们有什么的大尾 有什么的key pie 就是后面有蔡总统给他靠 坚持我最后补充一个 这个民进党这个礼拜三的 中常会开始吹票 吹大家回去投票 你看又有一些什么网红艺人 出来拍大家回去投票的影片 那这些人不就 馆长前日子 他们都不去接民进党的Case 人家不是又跑去接了吗 人家不是又跑去帮民进党代言了吗 观众朋友 这边有两个证人 就是义富兄跟亮哥 我请问大家 不在籍投票是谁党的 不在籍投票是民进党在党的 亮哥帮我作证了 义富兄也点头了 民进党你好意思叫大家回去投票吗 国民党每次说 我们要退不在籍投票 是民进党一路反对 那你现在说年轻人 你们要去买高铁 你们去买台铁 你们去回去投票 你敢回答下去 拜托年轻人 你们要想清楚 看清楚 不在籍投票 一路阻挡的是民进党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这有一个是为了他们拔 我们在一起投票 我们在一起投票 找到五位 各方的来自然产生 判断